1972年至1976年,葡萄牙曾两次主动找到我国,称要归还澳门,却接连被我国拒绝。 面对葡萄牙的请求,邓公更是直言,休想,众所周知,收复故土,一直是建国后的大事。 澳门被侵占百年,理应收回,可为何我国会接连拒绝葡萄牙归还澳门的要求呢? 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历史长达百余年,早在明朝时期,其就盯上了我国这块宝地。 当时葡萄牙人以做生意为由,希望大明能将澳门租给他们,以便更好地进行贸易。 然而,虽嘴上说的是租,可贪婪狡猾的葡萄牙人却完全将澳门当成了自己的领土。 在这片土地上,作威作福,肆意欺压我国百姓,靠着这块宝地,葡萄牙赚得盆满钵满。 尤其是在清朝时期,随着海洋贸易逐渐繁荣,大量财富涌入葡萄牙人手里,到了近代。 随着晚清衰败,列强纷纷开始入侵中国,瓜分财富,而葡萄牙也看准时期,来了一招趁火打劫。 于清朝签订条约,强行霸占了澳门。 至此,我国又一块宝土,脱离了祖国的怀抱。 时间来到1972年,此时距离葡萄牙抢占澳门已经过去了近百年。 在当时,我国与葡萄牙没有什么交集。 双方唯一的联系点就是在澳门问题上,可由于种种因素,中央在短期内还没有收回澳门的计划。 就在这时,葡萄牙却主动找到了我国,提出要回归澳门。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的耳朵里。 收复澳门,我国自然是求之不得。 但令人奇怪的是,我国与葡萄牙并无交集,甚至还有些对立。 胡方如此献殷勤,肯定不怀好意。 果不其然,葡萄牙在归还澳门的背后,还加上了一个附加条件。 当毛主席得知蒲方的要求后,果断拒绝,并称,中国不会答应这个条件,我国会用自己的方式收回澳门。 那么,葡萄牙究竟提出了什么条件? 当时我国成功返回联合国,并成为了常任理事国。 而葡萄牙正是看中了我国的这层身份。 众所周知,作为最早的一批殖民国家,葡萄牙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的殖民地。 然而,在二战结束后,独立自主的理念开始盛行。 许多曾经被殖民的国家纷纷开始反抗。 要恢复国家独立,这其中就包含了很多葡萄牙控制的殖民地,面对各国人民的反抗。 当时的葡萄牙已无力控制局面,于是他们便想到了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,并以澳门为筹码, 要求我国在联合国上为他们发声,反对殖民地的独立运动。 但结果可想而知,我国就是从列强的殖民中独立出来的,自己淋过雨,又怎么会去为葡萄牙的殖民行为撑散呢? 没有犹豫,毛主席便一口回绝了葡萄牙的无理要求。 在被我国拒绝后,吃了闭门羹的葡萄牙顿时感觉脸上无光,七冲冲地离开了我国,双方再也没有谈论过澳门的问题。 可没想到的是,仅仅四年后,葡萄牙便在此登门。 这一次,他们也是来归还澳门的,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,四年前,我国就已经看清了葡萄牙的本性,这些贪婪的资本家是不会无缘无故做好事的。 但对于其的无理要求,我国早已言辞拒绝过,为何这葡萄牙还会厚着脸皮再来找我国呢? 这一次,他们又提出了什么条件? 当时,邓公还在医院养病,底下干部便急匆匆地找了过来,称葡萄牙人又来了。 这一次,他们还是提出要归还澳门,有过经验的邓公明白,这后面必然还有葡萄牙提出了附加条件。 虽然有着心理准备,可当邓公听到这个条件时,还是气愤不已,其直接对传达消息的干部说道,休想,葡萄牙究竟说了什么? 会令邓公如此气愤? 其实这不怪邓公气愤,而是葡萄牙的嘴脸太过丑陋。 当年我国在解放广州后,全体士兵于南方休整,而不远处就是由蒲军驻守的澳门。 看着规模庞大,气势汹汹的解放军,蒲方很是害怕,担心解放军会一鼓作气,直接强攻收复澳门。 毕竟以澳门上那点蒲军是根本抵挡不住我国百万大军的,但考虑到国际形势,毛主席并没打算这么做。 眼看解放军没有动静,蒲方便逐渐嚣张了起来,他们将我党的人词当成了软弱。 以为我们是害怕蒲方的威严,才不敢动手,将解放军当成了几十年前的清军。 不光如此,在1952年,葡萄牙更是派出了所谓的外长,到澳门地区进行巡视。 表面是巡视,其实就是在跟我国示威,想显摆一下,澳门还是他们的领土,在接连几番动作下。 澳门上驻守的葡萄牙军队,也越来越自信,甚至开始主动挑衅解放军,要求我国将海岸边的防线往后缩短。 这个无理要求,直接被解放军一口回绝,感觉丢了面子的蒲军,竟直接朝我军将士开枪射击。 面对蒲军的主动挑衅,解放军忍无可忍,直接下令全面还击,并封锁了澳门与外界的交通航道。 如此一来,澳门就成了一座孤岛,物资进不来,岛上的余粮日益缩小,整个澳门乱作一团。 最终,澳门只能低头认错,并向我国赔付了四亿多损失费。 直到这时,葡萄牙才意识到,如今的中国不再是当年软弱可期的清政府。 数百年过去了,葡萄牙依旧保持着那副殖民国家的丑恶嘴脸,竟想要求我国帮其的殖民罪行洗白。 在吃了闭门羹后,葡萄牙时隔四年再次前来,不是因为想通了,而是其又有求于我国。 当时葡萄牙国内发生动乱,政局不稳,葡方迫切希望在国际上找一个能支持自己的大国稳住局面。 然而,那些西方国家都不太愿意搭理葡萄牙,无奈之下,其又想到了我国。 葡方认为,澳门就是他们手中拿捏中国的一张牌,于是在拜访邓宫时,葡方提出,他们愿意将澳门归还中国。 不过中国必须承认澳门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。 听完此言,邓公顿时大怒,如果承认了这个要求,也就代表澳门并不是中国的领土,而是一个独立国家。 这是明着给我国下套呢,眼看着葡萄牙一而再再而三的耍心机。 提携无理由求,邓公跟当年的毛主席一样,直接将这些葡萄牙人请出了国外。 对于我国而言,收复澳门,那是板上钉钉的事,根本不需要葡萄牙在这线引起,而且还是带着坏心思的引起。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,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逐渐下降,此时,葡方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控澳门了。 再加上中国的不断强大,其也不敢招惹,于是在1999年12月20日,中普达成协定。 澳门于这一天正式回归中国,在国家的运筹帷幄下,继香港回归后,澳门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 这个伟大的日子,必将被历史铭记。